好焦点人物还有艺人叶亚伦先前卷入了MeToo风波 被网红控诉持有跟拍摄私密影片遭到视灵递检起诉 妨碍性自主还有投拍的部分不起诉处分 今天第二度开庭重点会放在外传1200万元的和解金 双方能否达成和解 要乐透过网络平台否认要求1200万元 他说呢只有要求叶亚伦提供700万元捐赠公益基金 叶亚伦则是没有多做回应 他说呢希望大家给他一个人生的开口 没有做的事情不要再加在他的身上 而要乐却抨击叶亚伦的说法只是单纯想复处 来来来先帮你 一人叶亚伦卷入MeToo风波 29号下午第二次开庭 复处后再次露灭态度相当低调 强制性行为跟偷拍这两个字 已经是检察官到最高法院都不起诉了 未来不管是媒体朋友们或是网友们 都要斟酌用字 刚好最近很熟悉法律工具 一改和善态度叶亚伦抛重话 希望网友自律不要再乱说话 毕竟这次开庭重点放在先前传出 网红要乐喊出的1200万元赔偿金 但这金额要乐否认 说是要求叶亚伦提供700万元捐赠公益基金 很纳闷怎么以而传而变成破千万 还是要给我人生一个开口 对没有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加在我身上 不要要学习和解 再被问到和解问题 低调不回应官司缠身 隐身荧光目镜7个月 盈亚伦最近付出动作频频 除了现身尾牙活动开场 被网友笑称地址学家的他 29号凌晨花莲联六镇 盈亚伦会已久再度PO出地震文 短短的地震二字 引来大批网友留言互动 但是与网红要乐最终结果如何 备受外界关注 记者马正林招贤台北采访报道